台北市的文化 这条巷子一门像 就是互兴北路230一项 觉得很荣幸 常常在办公室 都会看到老师 进进出出 心里很感动 我觉得他 为着台湾的艺术奉献很多 原本办公室的刚开始 就是在我自己家里 后来我们在 南京东路一个巷子里头 一边是排练场 一个差不多 三平的地方就是办公室 1997原本的办公室 从敦号北路的一个地下室 搬到了这个地方 云门23岁 我们爬上楼 开心地做自己要做的事 在复兴北路云门 上的这17个年头 等于是云门的黄金时代 如今社会很多人力量汇聚起来 协助云门在淡水 建造了云门巨场 在许多关心和协助后面 有许多的期待 今天离开台北到淡水 文化局用摘牌和节牌的仪式 给我云门巷的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鼓励 希望大家坐着云门列车 从淡水县的捷运 到淡水 看山 看海 看表演 移开城市 去看一个大一点的天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